问排长,勤债是怎么欠下的? 勤债是很简单的,勤债是很简单的,你上辈子欠的呀 那你上辈子欠的是一种方法,还有你实际上就想知道在这辈子是怎么欠的,很简单 比方说某一个人跟你有点感情,那可能是上辈子感情不深就有一点点情 那么你呢,如果咬咬牙,跺跺脚就过去了,你听了懂吗? 那么你不去碰他,那你就不见他的情在了 如果呢,和人家本身上辈子呢,只不过是,只不过比方说对你好了一点点 那么呢,或者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比方说不应该碰碰你了,碰碰你了 那么这辈子呢,这辈子呢,你环抱了,他来还你了,他就会眼睛冲你,看了他喜欢你了 这个时候呢,你呢觉得,哎呦,他喜欢我呀,骨头轻了 然后接下来呢,就开始就跟他好了,你听得懂吗? 然后跟他就好了,明白吗? 如果你跟他就好的话呢,接下去呢,好了,好过头了,好过头之后呢,你还他就多了 然后呢,你就又欠他了,就这么欠下来了 那么下辈子呢,你再还他,明白了吗? 哦,明白 那只要是欠了,就一定要还,对,一定要还的 哦,那那个勤战很可怕,不好 非常可怕,而且勤战是越还越多,越来越来越还不清 哦 很多人一辈子为勤所困,为勤所迷,为勤所吃,也就是说痴迷啊,啥都不得了啊 啊,一个人,所以人家说谈恋爱的时候,智商是最低的,你明白了吗? 明白 嗯 嗯 嗯,所以说情目重不胜 对,对,完全,完全,我靠,说婆世界,很多人就是脱离不了这个情字 所以这个,所以这个爱是永久在人生,在人间是,这个是永恒的主题啊 嗯 那如果这段是,比如不交朋友或不结婚的话,就把那个情给断了,对吧? 那那真的是这样了 嗯 哦,那你以后就不用再话了 你以后你就得以,但是,但是你要咬得住,咬得住牙的 比方说你欠人家这个男的了,这个男的就死,死血呗咧的,就盯着你 盯着你之后你要躲得开的,你躲不开的话 你还会,你比方说你前世是欠他的,你就会,到时候就会喜欢上他 那么你要靠很强的义力,你知道这是我要该还债了 我现在不还,我念经给他,狂念经,然后姐姐做啊,礼佛呀,念小王子给这个男的啊 然后念心经给他啊,那么慢慢的再加上自身的力量 我坚决不去,再好看,在我喜欢的男人,我就不去跟他 因为我知道这个,这段缘分已经是不行了 因为这段缘分对他的话,我的家就没了 你这么咬咬牙,咬咬牙,时间长了,这个事情就过去了 嗯 那么这段情商还完了,那下辈子呢,至少你不要再欠他的了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嗯 那会不会这辈子,然后我没有还呢,然后下辈子那个,还要去还他呢 啊,不会了,那么因为你如果单单咬咬牙,你就像多多角,你不去还他了,那你下辈子还要还 问题就是你念经了 你用小房子还了,对不对啊 哦 举个简单的例子,你本来被你打了一个耳光,你就本来要打还他的 人家现在说给你一万块钱,打个耳光,你还不了,你肯定说,好了,你再打我一下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再用个两万吧 哈哈哈哈 听得懂吗 就是说,他用这个小房子来抵消他的念兆了,明白吗 嗯,明白了 呵呵呵 呵呵,明白了吗 太长,明白了,说有人,嗯,有人以前就是对自己特别好,比如说给自己送礼物啊,又请客这样的 对 但是现在,嗯,两个人不联系了,嗯 我,嗯,现在协佛了,知道不要欠人家,可是现在应该怎么去还呢 怎么去还,不要去欠人家 那么,我告诉你,如果两个人不联系了,就不要找,不要找机会再去跟他联系 因为他,如果你跟他的缘分,恶缘还没断 好呀,好呀,我现在听到如台上讲了,我们要还清嘛 再去跟他联系,好像心里舒服一点 实际上还带有这么一点点的眷恋,听得懂吗 实际上你又在玩火了 那么,用什么方法,知道吗 暗中,在菩萨面前替他求生体 还年小房子烧给他,绝对有,绝对有,有,有,有好处的 就是还他的债,你听得懂吗 哦,明白 你到目前还忘记,忘记不了他 忘记不了他对你的好,实际上你这个债没还清 然后你再去跟他联系 接下来你们两个人还会再好,听得懂吗 哦,听得懂 哎,这叫玩火,明白了吗 明白 如果这个,比方是对普通的朋友呢 比如说以前的同学啊,同事啊,这方面 糟糕 一姓交不得的 啊 一姓我告诉你,一姓朋友交到后来 不会,没有,没有什么正当的事情的 一姓朋友不能交的 哦,明白 明白了 哎呦,好像,哎呦,我这个女人啊 我真的,我这个人呢,我告诉你呢 我男朋友多得不得了呢 但是呢,我从来不跟他们有事情的 你看我这个人就是能够在男生当中,啊,如鱼得水 大家都对我好 但是我跟他们就像兄弟姐妹一样,同学一样 我们没有其他关系 你相信吗,小姐 骗孩子呢 听得懂了吗 哦,听得懂 该不要去的就不要去碰 什么男的女的啊 我告诉你啊 老头子老头子都会擦出火花出来的 老实一点呢 不去碰 有本事,念经给他 暗中替他祷告 替他求情 替他求关心 不知道消除他孽障 他身上的孽障来找你 你就忍耐着 然后你就给他孽小房子 不停的还 嗯 明白了吗 明白 这个人间呢 我告诉你啊 你们不知道的地府的事情和天上的事情 不知道比人间要复杂多少多少倍呢 嗯 明白了吗 复杂 哦,明白 那如果是同性之间也是这么还,对吧 同性也是这样 嗯 好 好吧 嗯 以前做梦梦见过,说有一个人给自己一张纸 前排人的名字呢,就是不认识的 第一排是写着名,然后后边写的是钱数 不认识的人钱特别多 但是认识到现在的同事呢,钱特别的少 嗯 这个如果,那就自己知道,就说现在肯定是欠同事的 但是呢,应该怎么还,也是到您现在说的这个方法吗 对,你一定要记住,最好,最好跟同事大家保持一个平等的关系 而且千万不要眼睛啊,行为啊,语言啊,带有任何一点点暧昧关系 像这种都是你造阴的一个果,明白了吗 你造了这个阴的话,你实际上就是在碰你的停线了 你这个停线底线一冲破的话,对不起,你一定要还的,明白了吗 明白 哎,不要搞这些事情啊 我告诉你,一个学佛的人一定要咬咬牙,克制克制自己 再喜欢吃的菜不要去吃 再喜欢买的东西不要去买 再喜欢碰的东西不要去碰 听得懂吗 明白 佛法讲,以戒为本 什么叫本啊,本就是根本 所以学佛的人一定要戒 没有戒律的话,这人学不好佛的,明白了吗 嗯 哎哟,我很相信菩萨,我很要念经的 但是呢,我就是看到这个呢,实在那手痒 我要拿一点,偷一点 然后呢,这个呢,我实在熬不住,我要吃一点 好了,这种都是不能守戒的人 哎呀,我看见人就想骂他几句 那就不叫守戒,你听得懂吗 明白 哎,就这点事 嗯,那如果比如说欠的币 现在这个欠了很多同事的欠他们债 但是应该这样怎么还呢 欠了很多的债 如果人家不来找你的话 你就不去管他 如果人家有人来找你 你就该还钱的还钱 该送礼的送礼,听得懂吗 但是感情一旦泄绝 然后呢,不停的给他们念姐姐奏 因为他只要现在还能来找你的 说明你的情缘跟他还没有结束 听得懂吗 听得懂 然后接下来呢,你就 他找到你的,你就给他送礼,送钱 找个过年的时候送红包 然后呢,送大一点 希望把这个情分的大家就白白了 明白了吗 嗯,明白 这个不能小气的 另外在家里不断的给他念经 哦 姐姐奏 礼服 明白吗 明白 啊 如果不知道是谁欠谁的 那就是说可以散散的就去 你看你看你看,你不要惹事啊 你不知道欠谁的话 你去念他干嘛 你肯定要来找你的 你才会还的 那这个,这个一定有人物的 啊 有,有人物地点 哼哼 什么都有的 我告诉你啊 一定要老实啊 你现在,你过去 比方说做过很多 啊 一点不是,不是太好的事情 你现在一定要老实 无论如何咬咬牙 再,再有情的话 说明他没给你结束 没结束你就咬咬牙 听得懂吗 明白 哎,转移自己方向 看电视 看,看电视 念经 出去看看 逛逛商场 什么都可以的 不要去想这些事情 明白吗 明白了 嗯